这是物理学中被公认的四大神兽 他们有的上天入地 能跑赢世界上任何的东西 有的知晓一切 能够预测每个人的未来 有的超越生死 游走在明河的边缘 今天这期节目 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这四大神兽吧 我突然发现 这世界上有很多叫四大啥啥的 比如你看 四大神兽 青龙 朱雀 白虎 玄武 四大才子 唐伯虎 文正明 柱之山 徐真卿 四大美女 西施貂蝉 王昭君 杨玉环 四大名著 三国演义 事物战 西游记 黄龙梦 四大发明 指南针 火药 造纸树 活子印刷 四大天王 刘德华 张学友 郭富城 黎明 东方持国天王 南方增长天王 西方广木天王和北方动人天王 行了 可太多了 大家还知道有四大什么的 评论区或者弹幕走一步 看谁知道的四大最多 最理解 这一节目我们来聊聊四大神兽 只不过是物理学的四大神兽 各位可别听到物理这俩字就感觉很难懂 其实这四大神兽不仅不难懂 而且还非常有意思 物理学四大神兽第一个 芝诺的乌龟 芝诺是谁 回在公元前四百多年的古希腊哲学家 芝诺的乌龟便是他提出的哲学悖论 那你说一个哲学家提出哲学悖论 怎么就成了物理学神兽了呢 你先听我给你拜执拜执 这一天有一只乌龟提出要和海神之子阿卡利欧斯赛跑 高傲的阿卡利欧斯心想 自己还能跑不过一只臭乌龟吗 于是便答应了 乌龟说 你得先让我跑一百米 阿卡利欧斯说 行 比赛开始 此时假设阿卡利欧斯的速度是乌龟的十倍 那么当阿卡利欧斯跑到一百米的时候 乌龟已经向前爬了十米了 阿卡利欧斯继续追 中央乌龟爬了十米时 乌龟此时又往前爬了一米了 阿卡利欧斯再往前追一米 此时乌龟又爬了十分之一米 以此类推 这只乌龟就永远可以和阿卡利欧斯保持一个距离 无论这个距离有多小 只要乌龟一直往前爬 那么阿卡利欧斯就永远追不上乌龟 尽管阿卡利欧斯身为希腊第一勇士 半神之神 在特鲁伊战争中无人能挡 但却败在了一只小小的乌龟之下 这便是知诺的乌龟 也叫知诺悲论 庄子中也有类似的说法 一尺日垂 日取其半 万事不结 一尺长的东西 今天取其一半 明天取剩下的那一半的一半 后天再取一半的一半的一半 总有一半剩下 所以永远也取不进 相同的说法还有 比如我这里有一张纸 我今天对折一次 我明天对折一次 只要我能力过人 我就一直可以把这张纸对折下去 尽管到了四十天以后 这张纸的厚度 已经超过地球的月亮的距离 但我就是能一直折下去 相似的还有一个 阿基米德与大米德故事 说的是古希腊时期 说一家阿基米德和国王下棋 库扎给国王赢了 国王高兴 来人 重重有赏 国王问阿基米德 你想要个啥东西 阿基米德想了想 说 我想要一些麦子 不过得这样 在棋盘的第一格放一粒麦子 在第二格放两粒 第三格放四粒 第四格放八粒 总之后一个的麦子数 是前一个的两倍 以此类推 放满整个棋盘64个 就成了 国王一想 也行 顶多就几百公斤小麦呗 赏你 然后小麦一粒地放到棋盘上 国王这才意识到 喷娘的 让这小子给算计了 其实我们简单一算就知道 这种指数增长到最后数字 是非常大的 一共是一千八百四十四斤 六千七百四十四兆 零七百三十七零九百五十万 一千六百一十五粒小麦 和十八一吨 这国王挺好 要是国王是个小心眼 你既然下棋赢了我 来人 把这个信仰阿拉给我砍了 说回直弄的乌龟 说到底直弄的乌龟 就是一个物质细分的极限 或者空间细分极限的问题 写稿的时候 还问了问妈咪叔 他跟我说的大致意思就是 我们现在能知道的最小粒子就是那些个 还能不能再分下去 能 那就说明还有更为观的世界 不能 那就说明知诺悖论被推翻 物质世界最小的单位 就是那些基本的粒子 好了 不管这个臭乌龟了 我们再说下一个神兽 拉普拉斯的怪物 这个神兽特别神奇 能够小骨通筋 包括预言而未来 1814年 法国数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 提出了这一假设 原本是这样的 如果有一个怪物 他能知道宇宙中的 每个原子的位置和动量 那么他就可以利用牛顿定律 来展现整个宇宙世界的全部过程 包括过去和未来 可能到这儿有人听得有些迷惑 其实很简单 你想 如果说你有一天成神了 得到了一种能力 你能知道这宇宙中所有的原子 每个原子的位置 以及它们现在的状态 是运动呀还是怎样 它们的速度方向又是如何 当你知道这些以后 通过这些原子的方向速度 就能计算出它们下一秒的位置在哪里 从而知道整个宇宙下一秒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就是拉布拉斯兽 当然宇宙中是否存在这样全值的东西 我们无法知晓 但拉布拉斯兽这玩意儿提出就代表着 对于未来的预测是可以实现的 只不过需要大量的数据 以及无法预估的算力 可能不久之后 就会有一种计算机被发明出来 这个计算机能根据某个物体的 所有原子位置动量 夸夸夸计算出这个物质 下一秒会变成什么样 那这个计算机就是 是名副其实的预言家 先知呀 所以这样看来 我们所有看似主观控制的那些行为 其实早在宇宙大爆炸那一刻 就已经定下来了 大爆炸刚开始 那些原子那些物质飞出去的方向速度 就已经能决定几一年以后的状况了 有部科幻短片就是以此为基调写的 叫镜子 推荐大家看一看 双双照有人就要问了 那物理学发展到现在 拉布拉斯兽被证实或证伪了吗 其实有意思的是 量子力学的出现 恰恰就说明了世界不是这样按部就弯的 因为事物的发展并不是有因就有果的 还有叠加态 这就得说说四大神兽的另一只 薛定谔的猫了 这个神兽我们上一期视频有详细聊过 还给大家讲了量子世界的一些神奇超能力 在这里就给没看过那期视频的朋友 简单概括一下这个薛定谔的猫吧 1935年 奥地利物理学家艾文·薛定谔提出了一个思维实验 把一只猫关在一个封闭的容器里 容器不透明 从外面无法得知内部的状况 容器内装有少量的雷和氢化物 而由于雷是有机率衰变的 一旦它发生衰变 就会触发机关打破装有氢化物的瓶子 这只猫就会被毒死 而由于雷的衰变具有随机性 随外面的人并不知道猫死了没有 那么此时的猫就是处于生与死的叠加态中 薛定谔的猫这一观点有着试经时的作用 它便引出了如今的热门学科 量子力学 进而还有各种诸如量子纠缠 量子碎穿 量子通信 量子加密概念的出现 我仿佛在这里看到了未来文明的图景 好了 物理学四大神兽最后一个 麦克斯韦妖 何为麦克斯韦妖呢 1871年 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麦克斯韦 假设了一种妖怪 这个妖怪能探测并控制单个分子的运动 然后把它放在一个绝热的容器内 容器被分成了相等的两个 两个之间有一道小门 这个门便由麦克斯韦妖把手 容器中的空气分子会做无规则的运动 此时麦克斯韦妖便可以选择性的 将速度较快的分子放入一格 速度较慢的分子放入另一格 这样其中一格就会比另外一格的温度高 意思形成温度差 利用温差便能驱动热气做工 击败热力学第二定律 实现涌动 热力学第二定律又叫伤增定律 它有很多表述 百科上的描述是 不可能把热从低温物体传到高温物体 而不产生其他影响 或者可以说 热量不能自发的从低温物体转移到高温物体 这就挺明白 高中就学过的知识嘛 那你说热不能自发从低温传到高温 那有啥办法能让它不自发呢 能啊 冰箱啊 但是冰箱得插电 就得消耗能量 这就是上面说的 产生的其他影响 所以现实规律上 温度就是永远会从高温的地方 向低温的地方转移 温度的本质是分子无规律的运动 运动的越距离 温度就越高 那么一旦有这样一支 可以探测分子运动速度的妖怪存在 那么便可以使上面那个盒子 一边的温度越来越高 另一边的温度越来越低 从而违反热力学的第二定律 以上就是著名的物理学四大神兽了 这四大神兽分别对应着微积分 经典力学 量子力学 热力学第二定律 你看 曾经枯燥的物理学知识 也能如此生动有趣地展现出来 不再是什么学物理 如物理 物理看物理 物理物理 当然我自己也是个半吊子 有兴趣了解那些简单易懂 且有趣的物理学知识 推荐可以看看我的好朋友妈咪叔的视频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在这里祝大家元旦快乐 2022年万事如意 拜拜 起飞 起飞